好 镜头转到高雄 我们来看某国中的女老师疑似因为管教不当遭到指控 那么学生表示呢 只要考不好 老师就会要求他们把考卷丢在地上 让考高分的同学来踩踏 甚至还有学生被甩了二十多下的光 现场最近情况我们连线给记者黄飞如来告诉我们 好 主播高雄是这名国中女老师遭控常常体罚学生 她会要求成绩考不好的学生把考卷丢在地上 让考高分的学生踩 成绩差的学生要从好学生的脚下抽出自己考差的考卷 还不准把考卷撕破 人们基金会带着曾经被证明老师 胡巴掌的学生出面来指控老师管教不当 我们来听听学生的说法 一定分数啊 对啊 如果你没有答案他的分数 他就会教你写几遍这样 藤条跟热红脚 还有板凳 那个椅子的板凳 老师当我二十多下的耳光 我希望老师跟我道歉 我不希望有再有学生在受害 好的 回想五年前被打耳光的情形呢 女学生到场呢 还是心有余悸 而人们基金会表示 这名老师之前已经遭到多次投诉 管教不当了 也已经调职到其他的国中教学 而国中是表示 调查后呢 是没有学生受害 但是教育局已经介入调查 以上向情况镜头 交还给彭内主播 好 非常感谢斐如 带我们来看到这个消息呢 为什么老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责任归属还要进一步来追究 大家看一下